大家好,我是来自计算所的王凯帆 然后和之前一些大佬的报告不同 我这个Chisel in a nutshell主要来介绍 就是我们几位本科生在开发果核处理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切身的经历 主要是希望给那些刚刚开始学习Chisel 以及想从Vlog转到Chisel的同行们给出一些启发 那么这是我这次报告的一个提纲 我首先会简要回顾一下果壳的设计 毕竟果壳它也是国内比较早的一个 使用Chisel开发的一个开源处理器盒 它的功能也是比较完善的 能够把一些Linz发行盘给启动起来 然后之后我会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的Chisel一些使用的一些体验 分别是会介绍一些Trisel的特性在果壳中的使用 以及给Trisel的一些初学者一些paint 首先这个果壳它是由五个本科生开发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它使用了一个插分测试的框架来加速了这个硬件的一个debug 它支持这些sd,ram,spiflash和uart等外设 同时能启动这个Linux kernel 然后在FPGA上或者是这个仿装环境下 能够把Debian和Fedora这些Linx开发板给启动起来 它最终也是进行了一个流片 在这个smake110纳米工艺下 然后这里是一些它具体的一个参数 然后果核 它这个核来看的话 是一个单发射的一个顺序核 它是用Chisel来进行一个开发的 那么它支持这个RV64RMAC这个指令级 包括MSU三个特权级 它使用了一个两位饱和技术器来作为分支预测 包括前面还有512项的BTB和16项的RIS 它也支持了这个SV39的一个分页 以及这个L1和L2Cache的一个支持 那么果核的话 它因为时间会比较紧 它的开发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没有对它持续进行非常大的优化 主要是对TRB和这个压缩指令的Decoder 做了一些简单的优化 那么它在两块性能不同的FPGA上 分别能跑到60MHz和200MHz 最终流片出来的话是能达到350MHz 那么其实就是在我们开发的体会当中 就是说Chisel它并不是制约和它频率的一个瓶颈 因为Chisel它我们能够很好的把握到 它具体的一个电路是怎么样来设计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HLS 然后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几个Case 就是我们怎么来利用这个Chisel它的抽象 来加速我们果核的一个开发 首先这个Case是Narshell它的CSR模块里面的 我们知道就是Ris5它的CSR模块里面 有很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寄存器 它各个特权器也有很多很多寄存器 那么如果我们人工的一个个 把它的逻辑都写出来 这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一个dirty work 它其实是一些重复劳动 因此我们希望是使用Chisel这样一个高层次的一个语言 能够让我们从这种dirty work当中解脱出来 那么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建立一种抽象 我们分析这个Ris5 CSR寄存器的一些它的特性 我们能发现它能做这样三个抽象 一个是不同的CSR 它有不同的read和ride的一个副作用 side effect 以及它会有不同的read和write的一个mask 另外呢它的一些CSR的address也不是 它的CSR那个编号也不是一个连续的 因此最终我们设计 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mask的reg map这样一个抽象 这个抽象它会提供有大概五六个参数 第一个是这个CSR的一个编号 第二个是CSR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硬件 然后后面是write mask read mask以及side effect 这里介绍就是这个mask的reg map在CSR中是怎么被使用到的 我们会 右边这个是从国当中爬下来的一部分代码 那么我们一开始会首先用这个reg 然后就是声明一些reg 然后实力化这些mask的reg map 会给它一系列的参数 包括我们前面说了这个reg write mask read mask side effects等等 那么我们怎么来实现这个mask的reg map 我们首先会调用它这个apply函数 就是它会生成一个reg setting 它会生成一个大的一个map 然后它相当于一个整体的一个映射 是从CSR编号到它一些具体的一个信息 包括它是哪一个寄存器 它的write mask是什么 它的副作用函数是什么 它read mask是什么等等 后一步则是一个generate函数 它会把我们刚才生成的那些信息 那个大的map 真正的去实力化成一个电路 下面这个代码其实就是 generate当中它会做的一些事情 这里举的是一个写的一个例子 所以最终这个masterread map 使用了27行 就把这个给实现出来了 而且它可以在其他部分进行一个复用 而如果使用vlog这样的语言的话 是很难做到这种级别的复用的 另一个case是xs4的 另一个case是这样 就是我们果壳在仿真验证中 会使用到很多的一个假的一个外设 那么这些外设其实包括图中列的一些 它其实是有一些可以复用的代码的 因为它们都使用的是xs4或者xs4lite的一个接口 我们对它这些bus上的一些读写的处理 是可以进行复用的 我们怎么来进行复用 首先我们抽象出一个abstract class 叫xs4slavemodule 那么它我们会把一些xs4的一些read write handler 和IO实现在里面 然后其他的一些伪设备都会继承它 然后第二步的话 我们还会对这个xs4这个bus来做一个抽象 因为我们同时需要实现xs4和xs4lite 它们之间是有个继承关系 我们会把一个这个类型 作为一个参数传递进去 在这个里面实现一些 我们会使用这个模式匹配 来实现一些不同的一个功能 最后是一些就是给chiselbeginner的一些hinge 一个是我们需要区分这个scala和chisel 就像之前金月同学说的一样 就是其实chisel它真正并不复杂 它其实可能只有一页chise sheet 就能把它描述出来 真正复杂的是scala 而scala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 相当于它是一个macro 就是它相当于一个生成电路的一个 生成这个artier的一个红 我们脑海中要有这样一个观念 比如像这个must direct map 刚才那个例子 上面这些map case if等等 都是scala当中这个红的部分 只有框出来的这个hardware 才是真正的电路 而另外呢chisel当中还会有一些 这个相对固定的一些写法 因为大家可能感觉像scala chisel这些给你很大的一个写的一个自由度 有时候你会摸不着头脑 但是你去读很多的chisel代码的话 你会发现它们有些固定写法 比如说这种状态机是怎么写的 包括各流水线连起来是怎么写的 包括我们还需要去看一些chisel当中 内置的一些部件 比如说queuearbitur等等一些bitmap等等 它们是怎么样来使用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关注抽象层 就是我们刚开始 比如说从verilog转到chisel 我们会写出一些verilog-like的chisel 就是我们可能会一行一行地把它翻译过来 这个其实是没有使用到这个chisel 它一个好处 而如果从那个软件 比如说之前从事软件行业的那个同学 然后转到这个chisel的开发当中 那么它又会写出一些software-like chisel 尤其是它可能会用到VR这样的一个变量 这个VR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需要非常 就是大家需要对它的使用 要有很大的一个把握才能对它进行使用的 它只有在特定的case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然后最后是一些 能够给这个chisel学习的一些文档等等 还有一些资料 好 谢谢大家